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也唱這句嘛 我們再來看能多久 我本來是說到年底啦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但是 好像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啦 說實在話 我蠻佩服無料老大 只是 沒有我蠻佩服的 因為如果你說今天阿館 要有五百個人來跟阿館加盟 我也沒這個能力啦 我跟各位講 加盟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加盟前面要砸的錢 真的要 我就講啦 我花半年時間砸一百多萬 後來我還是收起來不做 就前面因為還不夠 因為 你要找到 你總公司體制你要讓人家加盟喔 你光那個督導 跟那個老師 你要請那個老師 為何要請 就要請好幾個 然後你要先在那邊弄一陣子 要心事要照顧嘛 你可能 前面要燒個三四百萬 或者是五六百萬 然後你才可以做加盟體系 然後又需要時間 你今天你有名氣嘛 那你今天有名氣 做事就很好做了 它是一個 免費的廣告 它是一個很快的廣告 因為你有名你就不用花 上千萬的廣告費 去做企業的行銷 但是 今天 你當一個網紅 這些人 就像聊天室這些人啦 會買我產品的人 他們就是你的 粉絲嘛 那粉絲牽扯到錢 就很複雜了 你說 賣東西 或是說 廣告東西 是每個網紅都會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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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人講吧 但是如果 你要 跟粉絲 一起做生意 那就要非常非常的 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 找到錢喔 就是 事情就會複雜化 就像這件事情一樣 非常複雜 粉絲就會變仇人 就好像他提我的 他講到我吧 他說 館長啊 年輕易 什麼 丟丟妹 都沒有我紅 那時候 是什麼時候 三個月前 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也唱這句嘛 我們再來看人多久 我本來是說到年底啦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但是 好像 好像 也沒有到年底啦